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谁的秘书啊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我的工作用得着你向别人解释回报吗 当然不用 那好 请你以后不要把我的事情到处乱说 去忙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喂 你好 我已经到你楼下了 麻烦你快点 我还有很多邮件要送呢 对 楼下就我一个穿会计服的 谢谢啊 你怎么才来啊 你约在这什么地方 太远了 来 五百块 打个借条吧 哥什么时候借钱不还 这点信息咱们还是有 上次你说的那个叫花子找到了吗 别急了 到现在没见着真人呢 不就一个叫花子吗 老子亲自跟你找 三哥 这好像和一桩杀人案有关 你别出去玩招下 什么闪闪 我也不太清楚 你小子可别把老子往里头绕 行 我躲你远着点 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这种事别着 三哥 我给你打电话到时候 回来了 今天怎么样 累死我了 晚上要去啊 你自己睡吧 饿了吧 我去给你泡碗面去 说好了 吃了面我也不去 外加两根火腿汤 两根 那也不去 晚上我请你吃夜宵 那我要吃好的 没问题 我先给你泡碗面去 你先垫肚子 我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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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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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们的啊 来 给带点吃的 哎 古早不错 好吃 上次给你打电那个人 还有印象吗 阿蒙 怎么 还没找着 你是不是留了一手啊 是老天不让你们找着了 要是找着了 你们肯定不会打理我这个叫话子 阿蒙到底在哪儿你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有急事找他 上次该告诉你们的 都告诉你们了呀 可等了几天 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啊 阿蒙这些人啊 一向胆小 听了点动静 他就溜了 那你早说呀 我哪知道他溜没溜啊 那阿蒙可能去哪儿呢 要饭的 还能去哪儿 白天去人多的地方 晚上去人少的地方呗 你不等于没说吗 哎 找找再找找 没准人在哪儿 一上他就找找了 行了行了 我们走吧 哎 慢慢来别着急 功夫要到啊 自然就找到 说不定老徐啊 真不知道搬哪儿去了呢 他在乞丐群落里 怎么说都比我们好处 姚子 阿蒙不会离开这个城市了 应该不会 除非他被送到潜送站 那可就麻烦了 走吧 好 好 你好 你看绝对需要点点什么吗 我随便 哎 这里有正宗的蓝山咖啡 来一杯吧 好 都对 那您来点什么 我喝茶 那这那咖啡我还真喝不管 哈哈哈哈 好 那个一杯蓝山咖啡 哎 你也来一杯啊 哎呀我不来 我蓝山晚上睡不着觉 你还给我省钱呢 省了省了去吧 好的一杯蓝山咖啡 对了 你呀 你简直就是饿死鬼脱身 赶紧去吧 早去早回 你吃什么 我们带点 我什么都不吃 自己去吧 嘿嘿 那我去了 你来吧 你来吧 有没有 在哪呢 你去哪里 你去哪呢 你来吧 那没什么 你去哪里 说 你去哪里 这么晚把你约来 很奇怪吧 没关系 有什么你们就说吧 我想 你心里一定很埋怨 我们这些警察吧 甚至怀疑我们的能力 这个我能理解 任何一个受害人的家属 都希望能早日破案 早点将非凡升职于法 而且你爷爷这个案子 又迟迟未破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 能得到你的支持和配合 我也为你们提供 我力所能及的帮助 好好 听说你手里 有一些有关本案的证据 严格来说 应该是材料 也许那些只是 我自己一厢情愿的家下 又或者 他们只是一堆废纸 没关系 一点点蛛丝马迹 都可以成为破案的突破口 可那些只是 我爷爷在银行 收支情况的记录 主要是跟大龙公司的 还有 还有一个女孩给我爷爷的一张照片 我 我不太想让我爷爷的私生活被放大 不会 你放心 我们会保护你们家的隐私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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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说你又怎么了 甭 废话 赶紧上车吧 好 赵燕好 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 你气色可不太好 是吗 对了 那些资料我已经都交给杜队长了 这就对了 幸好爷爷的案子 能够有进展吗 是啊 有时候等待的确是挺折磨人的 喂 赵燕 我跟你说 你上次叫我刘逸的那辆轿车 又往轿区去了 麻烦你跟踪一下他的线路 做个详细的记录 好的 谢谢啊 你们是不是在跟踪张月龙啊 没有 是一辆涉嫌赵氏逃逸的车辆 涉嫌逃逸跟刑警有关系吗 赵氏逃逸也有涉及刑事案件的 这是正常的监控 我是不是也会被监控 从理论上是有这种可能的 任何人都有义务配合警方的调查 在你面前我已经没有秘密了 有一种牢牢耻辱 谢谢 谢谢你对我的谢谢 你是说这几天他回来都挺晚的 不会啊 这几天晚上公司也没什么安排啊 说不定 他是和那个叫前走的狐狸精混在一起 你也不能太霸道了 一个男人得有点自己的私人空间 再说了 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这几天来公司 张月龙都不在 那人家就说平时朋友见个面 你能怎么样 要真是闹起来 只能是你们俩的距离越来越远 男人最讨厌女人什么 无理取闹 你啊也得改改自己大小姐的毛病了 做出个贤妻的样子来 没事刷刷饭什么的 女人啊只有温柔一些 才能拴住男人的心 行了 知道了 老陈 老陈 谁啊 来来来 你们学校的 好 您好 您好 来 先个字吧 好 您好 上次的货不凑吧 还可以 这是下次见面的秘密 好 先到 嘿 三哥 走错道都能碰见你啊 来 来 你吓死我了 哎 你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堵车 差不多近大 哦 哎 三哥 我那钱给还我了吧 哎 兄弟 哥哥最近手上倒不过来 你再容我两天 那行吧 我走了啊 都队 你看 最近范三很少回家 而且跟这个王虎 关系特别密切 而且据我观察 范三有可能刚刚吸上毒 他有没有参与贩毒啊 贩毒这个不敢确定 咱们有具体证据啊 哦 另外 这个人 你看 这不是和赵耀住在一起的那人吗 是吗 就是他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跟赵耀一起找那帮乞丐的 就应该是他 这次我只是看见 他跟范三擦肩而过 应该没有进行毒品交易 杜队 这个人就是高五 现在在快递公司工作 天天给人送邮件 你说说是他的情况 他是赵耀高中同学 学习很差 没考上大学 经常问家里要钱 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过 父母规券不成 就和他断绝了关系 后来为了生存 他做起了小买卖 没犯过什么大事 最近和赵耀住在一起 是因为付不起房租 被房东赶了出来 只是暂住 他父母的工作单位 早被一家企业买断 没有其他经济来源 享受低保待遇 他和赵耀在一起 是不是也在找那个阿蒙啊 我估计啊 这个高五很可能是利用范三 在协助赵耀找这个阿蒙 对 部队 你看这几个人 这几个人就是我们初步 确定的阿蒙 这个阿蒙只是个称呼 他到底叫什么 还有待我们确认 尽快地找到这个阿蒙 说不定他真的知道些什么 是 全面监控各个目标 注意不要打草惊蛇 是 张总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不接我电话也不见我 我就不能来见见你吗 我现在可不是个自由人 什么意思 公司里的事太多 杂事也很多 那主要是我 金属藏娇 你说小梁是吧 其实她挺可怜的 一个大房地产商的女儿 家财万贯衣食无忧 你是自作多情吧 好多事情你根本不知道 以后有机会我再告诉你 咱们俩能不能找个地方去聊聊 好 要是有急事 就在这儿说呗 坦白地讲 我对你们公司 没有什么好感 我一直怀疑你们公司 跟我爷爷死有关 我甚至搜集了一些 你们公司和我爷爷 经济往来的证据 包括 你上次代表于大龙 送给我爷爷的那张银行卡 应该的 我会配合你和警方 直到把你爷爷的案子 弄个水落石出 谢谢你 我可不可以给你个建议 说吧 你应该找一个工作 可是我爷爷的案子 还没有破 这并不矛盾哪 有了工作以后 就可以从那个情绪当中跳出来 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我还没有想好要做什么 还是干你老本行 我还想着要跟你合作呢 让我想一想 好 我还有点事 不陪你了 再见 再见 你 你在哪儿呢 我在外边跟朋友谈生意呢 谈生意 一打电话你就说谈生意 钱呢 妈的 你可别小看老子啊 现在老子做的是大生意 大生意 那你就先给我们送点钱来吧 孩子上学不说 我们得有吃有喝吧 行行行 喂 半三儿 我的手机丢了 等我买了新的再告诉你号码 那我怎么才能找到你呢 到时候我跟你联系 喂 喂喂 妈的 妈的 怎么办 我看我看 烫烫了吧 你逞什么难啊你啊 我也不认你给我做什么早点 真是的 你哪个干这的料啊 我不是想让你在家里吃早饭吗 公司每天这么忙 你无人不知道 所以你才要保重身体 所以我才给你做早饭嘛 咱们请个忙我们回去玩呢 你这是大生意 我才小用 没心没肺的 你看一下 喂 啊 是 怎么 我马上就到 好嘞 公司在急事 我先过去了啊 你不吃早饭了 不吃了 要不请你再包一下啊 我先走了 我到前玉树任教的学校 做过调查 尹珊珊在大学本科的时候 是她的学生 毕业后又考了她的研究生 很多人都说 她们是正常的师兄关系 一年前尹珊珊去了美国 那这照片上 这背后暧昧的话怎么解释 会不会是别人伪造的 有意转移事情 这点我已经得到了鉴定 确实是尹珊珊的笔迹 吕 尹珊珊现在在美国什么地方 这个暂时还不知道 我们正在跟她的家人联系 想知道她在美国的联系方式 她老家哪儿呢 浙江沥水 对 一号委员人报告说 钱朵去了大龙公司 我知道了 钱朵 她为什么总往大龙公司跑呢 不是把材料都交上来了吗 大龙公司非法经营的证据 我们掌握了一些 他们公司和凶案的关系 现在还没有具体证据 这公司问号不少 我现在正在解这个题 对对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网撒得太大 应该抓重点 先把刘磊的案子给破了 我同意李峰意见 抓重点突破一下 提振一下事情 等会儿 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真的按照 莲花案的思路来想的话 杜队 这个大龙公司 倒真是一个重点 你这不又回到 赵耀提的老问题上了吗 那赵你这么说 还会有下一个受害者 不争了 让一号位密切注意大龙公司的动向 另外寻找暗盟的事也要抓紧 是 行动吧 要给您去点水吗 不用了 谢谢 钱总 张总 钱小爷等您半天了 请坐吧 怎么了 找我有事 您的建议呢 我考虑过了 我是得需要一份工作 我到你们公司工作怎么样 到我们这儿来工作 不行吗 不太合适吧 你来做什么 当老总啊 做什么都行啊 我主要就是学习学习 这不是大材小用吗 您说这话就太谦虚了 你们公司是本市房地产老大 在外人看来 这门槛太高了 有好几次 这话到嘴边 我要给咽回去了 但是 我担心你学非所用啊 你看我们公司啊 都是一些什么 建材啊 钢筋啊 水泥啊这些事情 你不会感兴趣啊 你说这些我是不感兴趣 但兴趣是可以培养的 你真的不好进这个公司 我直说了吧 因为你的爷爷是前教授 你知道公司和前教授的关系 你手里也有些资料 现在媒体的炒作刚刚降温 如果你一进来的话 这个温度一定会回升的 到那时候什么收买啊 什么投靠啊 什么狗狗啊都会来了 千多 打消这个念头吧 我不在乎 这个公司真的不好进 你还是不是你们 这个公司的老总啊 目前和将来 都不是我一人说的算 那好 你们公司还招人吗 我可以等 一切都按你们公司 正常程序来办 好 那就 那就等等吧 哪人呢 我河北成德的 姓名 王大江 王大江是吧 对啊 找哪儿工作啊 我给个体开车呢 这就是阿蒙啊 能肯定吗 他们一伙人都是这么叫的 但是这个阿蒙具体叫什么 我们还不知道 掌握他的活动地点了吗 有人说他好久没出现了 也有人说曾经在步行街见过他 哎呦 他要不在本市就麻烦了 马上把他的资料 发到内部网上 尽快找到这个人 是 哎 你车怎么骑的啊 你车从这边来你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吵 不要吵了 什么呢你 什么事什么事 我车刚一过来你就从那边过 不要吵了不要吵 说说情况怎么回事 行我先说 我跟你说啊 你等会儿我先说 警察董事 我是从这边把车子这么刚转过来 哎他就把车一下就卡到这儿 你说谁能看得到啊 呦 田董啊 这么巧啊 没有啊 是啊 drin SUSCR Senior 我不在 gün 阿蒙 阿蒙 醒醒了 阿蒙 你是阿蒙吗 你们是干什么的 一个老徐让我们来找的 找谁 阿蒙啊 阿蒙 阿蒙是吧 阿蒙好像在那边 那边 对对 好像在那边 那好 谢谢啊 那不会 打扰了啊 站住 刚才那人肯定是阿蒙 妈的 都到眼前了 还是让她跑了 一号位的男主人信号消失 再找找看 二号位 三号位注意 一号位跟踪目标消失 大家注意观察 喂 赵要 你提过的那辆车啊 正在由城南往冰江路开去 啊 我知道了 那你继续监控 那辆车啊 已进入了丽景小区 出了我们的监控范围 好吧 那谢谢你啊 哎 耀子 那些监控东西在哪呢 我怎么看不见 这叫天眼 专丁违法犯罪的 你要看见不坏事了 看来啊 真不能随便干坏事 是吧 小梁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吃饭了没有啊 吃过了 你怎么了 你脸不高兴的 在公地上待了一天 会是藏气气的 我想去洗个澡 你又不是乞丐 我在家等了你一天 一回来就一脸不高兴的 跟陌生人有什么区别 哎呀 你呀 这真是闲得没事 我知道你讨厌我 你想多了 我只不过有点累 来 抱一个吧 你现在没有以前有耐心呢 你长得不像一个大哥哥的样子 我还是我 是你太多心了 你就是变了 好好好 我变了 行了吧 我在按你的要求变回来 可以吧 你说 你说你永远都不离开我 你是我的 我永远都不离开你 我永远都不离开你 你是我 我是你的 好了 洗澡去吧 啊 你又要走 好 晓亮 起来我跟你说点事 很重要的事 来 你听我说啊 你爸的事 咱们公司已经紧的差不多了 那么案子呢 由警方来扑 现在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你爸爸的遗产问题 按你爸遗嘱 这些材料都应该是你的 你都把它给管起来啊 这不是你在管吗 我是在管 那不是临时的吗 你管吧 还没说完呢 如果管的时间长了 别人会说闲话的 说什么闲话 我爸爸在的时候 公司的资产运营这方面 就是你在管 爸爸现在不在了 你这公司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你自己的公司 你想怎么管怎么管 你怎么管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他要咱们公司这么大 有这么多的员工 咱们总得人来负责任呢 所以必须按照法律程序再走 这样吧 来 听我的啊 那天你抽空到公司去一趟 我把律师月来 当着咱们公司经理 这一级干部的面 把这万年给欠了 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 好吧 过户给我啊 我根本就不懂做生意 我在家花钱就行了 那怎么行啊 你爸爸走得突然 没留任何的遗嘱 我虽然是他的养子 但你才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等公司啊 归了你的名下 你放心 我会去全力帮助你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就是想撒手不管吗 你想哪儿去了 公司的事业 我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事业 怎么能不管啊 但是我觉得我 最适合于做助手 别那么没出息 我不喜欢做助手的男人 在这点上可能 会让你失望啊 男人啊 在关键时刻 要敢于冲出去 要能够冲出去 好 那让我想想 嗯 这个法案的问题 就这么定了啊 你放心 我会把 所有的看见本人 都交给你 好不好 嗯 再睡会儿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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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autonomous 了 所有财产都给女儿所有 所以余大龙先生的所有财产 由余小良小姐全部继承 遗场所包括的名细 在后面都有著名 这份呢 是余大龙先生名下的大龙公司 也就是这家公司的股份的过户文件 也由余小良小姐全部继承 签了文件之后 公司方面就可以向外界发布 更改法人的声明了 另外依照余小姐的意见 在公司的运营方面 张元龙先生具有和余小姐 完全相同的权利 是这样的 大家也不要有什么疑虑 我的这个决定 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从业务方面 张元龙先生一直担任 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 对公司的运营方面也是最为熟悉的 从情理上来说 张元龙先生是我父亲的养子 这些年 一直都是他替我照顾我的父亲 相信大家都看得到 当然 就算我之前说的全部都不算 就凭一点 张元龙先生拥有这间公司 也是理所应当的 那就是 我们要结婚了 我们要结婚了 小梁 你们的保密工作也做得太好了 张总 怎么事先也没通知一下呢 恭喜了 谢谢 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 散会吧 张总 等后面的手续办好了以后 我再来通知你 那我先走了 出乎你的意料吧 我的这个决定 你应该高兴才对 走 我们庆祝一下 你什么时候见到律师 这是个秘密 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商量 你本来就很少在家 再说了 你根本不关心我在想什么 这件事只能说明我很有头脑 元龙 元龙 你去哪儿啊 你别生气了 这件事是我错了 我不对 但是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又不是把公司卖了不告诉你 只不过说都加了一个名字而已 况且 这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是好事 你把公司一半给了我 还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你告诉大家咱们要结婚了 你给我一个惊喜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没想那么多 我觉得反正我们要结婚了 还分什么你的我的 不如一次性把事情办好了 省得公司有人交舌根 交舌根 我认证工作谁交我舌根 谁敢交舌根呢 你可倒好 先生把公司给了我 在这儿跟我结婚 你这什么意思啊 那大家怎么想啊 你拿钱设计我的下半生是不是 你让别人怎么看我呀 这么大事你不跟我商量 你简直是目中无人 说得严重一点 对人的侮辱 我真的没想那么多 对不起我错了 我让律师改回来好吗 你做事能不能动动脑子 你稍微成熟一点 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你都可以随行所欲的 我也是好心 我没觉得 我倒觉得是对我的失手 对不起 对不起我错了 你别生气了好吗 律小良 我们的合作还没开始 你什么意思 你后悔了 张元龙 我还从没对着丁三下四过 你要进哪儿 你管不着 我发现一把 你带来的 你带来的 我把你承拼 你把你承拼 你带来的 你带来的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辈子没别的爱好 就是喜欢喝点茶 好坏都没关系 我没有打扰你吧 杜队长 没有 没有 你坐吧 来 谢谢 怎么 有事啊 我不知道可以怎么说 是不是警察就可以骗人 这话怎么说啊 那个照耀 我一时以为他是刑警 他也一直说要帮我破案 所以我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对他说了很多 甚至是隐私 可是我没想到他是交警 我有种被骗的感觉 据我了解 所以 照耀这个人还不错 待人诚恳 毕业分配的时候呢 他一心想当我们警队了 可是事已愿违 也难得照耀对刑警这么痴迷 刑警和交警都是为国家和老百姓做事 可是刑警呢 会更加危险一些 可以说每天都跟死神擦肩而过 这些他都知道吗 这点他心知肚明 你知道吗 今天清明节 我去烈士陵园 为我们警队牺牲的同志扫墓 我见到他了 他在墓碑前站了很久 他一心想当我们警队来 我也在认真地考察他 不过照耀这个事呢 我替他向你道个歉 不管怎么说 你不该隐瞒自己的身份吗